爛癲 爛癲 不是爛激 亦不是爛臉 而是爛癲 爛癲 即是甚麼呢 即是這個在清邁的一網打盡型格咖啡店大本營 老實說 這個環節絕對可以放過鐘 拆開來當五六個項目都可以 但我偏偏就不需要 你看看 一間型格咖啡店 這裡又一間 向前走 還有好幾宗 整個大地方之內 有數間不同種類的咖啡店 每間都型格過人 這裡就是清邁 於是你喜歡拍照按讚 喜歡喝咖啡的話 來這裡絕對可以一網打盡 當然除了喝咖啡之外 亦都有食物 一式間逐間去看看 雖然說競爭令人類 競爭就是對手 但競爭之下都是朋友 雖然在同一地方 大家都是做咖啡店 但大家其實有辦法商量 每間都不會惡性競爭 你賣50我賣35 你賣35我賣15 絕不會如此 兼且每一間都盡力去做好自己 這間最好最美的地方 就是外面的感覺 有時傍晚更加美 不過可惜今天離早了 但茶室裏面都不差 進去看看 雖然說清邁天氣清涼 但不是每一天都這麼涼 有時是一種熱的時間 你說這麼熱天氣 而坐外面 型是型的 但我怕熱 所以選擇坐室內 不要以為室內沒有景 沒有那種漂亮的氣氛 但其實肉眼看沒有什麼 偷過鏡頭看 這條根本是一幅畫 嘩 漂亮 感覺有如一個LED螢幕一樣 嘩 漂亮得不得了 這裏飲的東西其實都很有特色 對不起 這是花瓶而已 不關事 飲的是這些 撇豆花 加奶茶 還有這個Mokka 加綠茶 價錢是50-60元 這樣的價錢 香港找不到 最重要是一個這麼美的景 而這裏所製的高點 亦是HOMMAKE 都是150元左右有交易 當然 如果你不住 要隨便包車來 就可能貴一點 但沒所謂 你吃完一間 再去吃第二間 逐間去看 逐間拍照 我覺得一個下午 絕對可以消磨得到 正 真的拍多點照 好美 這裏每間咖啡店 都擁有自己的特色 好像這間小蜜草 也有一些泰式的小甜品發售 門口這個 絕對是拍照位 這間雞店吃的是 和雞有關的食物 甚至乎 有這些拍照位 當然是隻雞 這間甜品式的咖啡店 裏面有小熊仔 小歐洲式的設計 它的拍照位在哪裏呢 全場至近十間店舖 各有不同的特色 除了喝咖啡 吃甜品 還有正餐 牛扒給你們吃 不過名字也叫做Cafe 所以就說 這裏絕對是一個 型格咖啡店的大本營 更加型格就是這個位 大家來到這裏 都一定要光顧 但不用錢 為甚麼呢 因為廁所 這裏男女次分開 雖然沒有冷氣 但感覺都很清新 很有型 看看大家 正視蔥油泰國4.1 要看真正蔥油泰國 記住留意無線電視J2台 逢星期五晚8點半 蔥油泰國第四輯 Yeah